中国的102戒碑 又来到熟悉的地方了 这里是中国的河口口岸 这个海关大桥 从这个桥上过去就是越南了 那里就是越南的海关 这是戒河 对面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都是越南了 跟我现在站这个地方 只隔了几百米 但是现在有疫情啊 已经过不去了 还有像中国这边的海关啊 现在这个 以前这里是有一些建筑的 现在全部被拆掉了 包括以前的这个出入境的海关 现在也被拆掉了 据说要建一个 新的更气派的海关 很久不回来啊 这里的很多事情都变了 可以看到现在这个 河口岸这里一个人也没有 当然跟天气很热也有关系啊 但另外一方面呢 是因为对面的越南 现在有这个疫情 所以像这个边境的河口线 河口线因为是边境嘛 所以现在也成了这个沿管的区域 还好我平时有看新闻的习惯 来之前的时候刚开始是发现 在河口这个地方 如果说要出河口的话 必须要做这个核酸检测 72小时内的核酸检测证明 还需要一个 就是去这个社区或者是派出所吧 就开一个通行证啊 否则的话是不可以出入这个河口线 这个地区的 但是过了几天以后 这个措施又升级了 就是说除了要出去的人 要需要这些证明以外啊 进入河口线的人员呢 也是需要这个72小时的核酸检测的 所以我来之前提前就做了核酸检测 才进入这个地方 我还看到一些新闻 因为有的人可能平时没有看新闻的习惯啊 所以呢他们来的时候并没有做核酸检测 所以就被可能会被隔离一两天啊 就做了这个核酸检测 这个结果出来以后才会给他们放行 所以现在 其实我是不建议大家现在来这个河口口岸的 因为这个地方现在真的是 确实是有这个疫情输入的风险啊 当然了现在的管控措施是非常严格的 如果说各项措施到位的话 其实这个风险的话也是可以有效的控制的 看对面的越南老街市 就这么近一点啊 对面的这个老街已经有病毒了 据说还是这个德尔塔的变异病毒啊 这个病毒的传染的这种怎么说呢 传染的效率吧 是最初的那个新冠病毒的 据说是一千多倍啊 在网上看是这样说的 有的人可能会担心就是说这个病毒会不会沿着这个戒河啊 从那边飘到这边来 我觉得应该不会啊 如果真的有这么夸张的话 应该这个病毒早都传过来了 因为越南的疫情已经好几个月了 像对面老街啊 现在也是有这个病例的 而且这个戒河呢 两边的距离啊 起码有我看 起码有两三百米啊 所以只要把这些 偷渡者啊 把他们管理好啊 避免这些偷渡者 然后 携带这个变异病毒 跑到中国这边 哇 应该是 不会有这个 格尔塔病毒传到 我现在这边了 在口岸的 那个102戒碑的旁边啊 可能也就隔了50米啊 这里还有一个 101戒碑 不明白为什么这么近 他要搞两个戒碑 可能是给旅游的人拍照用的 现在呢 这个像沿着河的这条路啊 这条路 叫做冰河路 一直就是从这边啊 一直通到了 县城的另外一边 可能 离我这个位置有个 三四公里 四五公里的样子啊 像这段路呢 虽然是在县城里面啊 人比较多 但是呢 他这个巡逻的密度 也是非常大的 就是以前也有巡逻 但是现在明显感觉 这个巡逻的人 比以前更多了 这边来了一个游客啊 不要拍他啊 去做自媒体啊 这个有时候不经过别人同意 去拍别人啊 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我回来的时候是前天的晚上 当时晚上睡不着觉 然后在这个河边还溜达了一下 结果被这个边防巡逻的警察啊 然后这个拦住了以后啊 盘问了很久啊 查了一下证件 然后呢 他也劝我说这个平时呢 也不要在这个河边转啊 特别现在这个对面的老街已经有这个病例了 现在这个防疫的压力很大 尤其是晚上的时候不要在这个地方转 所以现在要是 有人还要来这个地方旅游的话 领略这边的边境风光的话 而且晚上最好不要在这个河边的沿线到处溜达 包括这个界碑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也是属于一个沿管的区域 这条街道叫做广陵街 开关的时候 这是这个人流最大的一条街了啊 非常热闹 但是现在因为有这个疫情啊 这两边的商铺呢 大多数都已经关门歇业了啊 这个商铺还在往外出租 但是这个做生意的人 如果看到这种景象的话 谁会租这里的商铺呢 恐怕是很难租出去吧 而且现在疫情一年多啊 这个疫情不但没有被控制好 特别是国外啊 控制的现在非常不好 越南呢 就义和之隔 对面的越南啊 每天都有啊 几乎是一万左右的病例在继续增加 所有的病例加起来 据说已经有二三十万的病例了啊 所以现在边境地区这个疫情输入的风险 这是非常大的啊 所以口岸这里 现在又变成了一个严管区域 生意越来越难做了 虽然这个经济啊受到了影响 但是考虑到要保护这个人们的生命健康的安全啊 所以采取这样的一个措施啊 做出一些牺牲也是很有必要的吧